我不图你喜欢我 我也不图你说我半个好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似乎有很多很多时候 我真的很害怕你们说我好 我真的很害怕你们对我太好 我一旦适应了以后 我就会害怕失去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 不能勉强的我们都很清楚 两个人之间的那份情感 就好像你很清楚地明白 你内心世界的那份 强烈的真实感 是没有办法自欺欺人的对吗 我们面对着一个 自己喜欢的人 可是我们经常会说 无所谓 我在乎 但是这个无所谓跟不在乎 只是你害怕你得不到呀 对吗 似乎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当中 我们喜欢静静听这样的一首歌曲 一首老歌 可能有着一种 发自内心的一种慰藉 一种疗伤的一种方式 昨天我在直播结束的时候 我给大家听的就是这首歌曲 我说你们不要问我是谁 你们只需要跟我一起风情闹就好了 哪怕前面有一个坑 我想说我要跳 你陪我一起跳就好了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的 想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那些欲说还休的心情 甚至在不经意间会有一些伤感的味道 或许总有一天我们真的会看淡一点点纷纷扰扰 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把那些所有流的眼泪变成文字 就像我现在这样 我很多时候喜欢写一些随笔 而这些随笔 我好矛盾 我又希望你能够看得到 希望你能够表扬我的文采 我又害怕你看得到 因为我害怕你看透 我的脆弱 谢谢我们的五四洞 嗯 话风转的太快了 我想要静一静 你就意味着在我的直播间 你要跟得上我的节奏 要不你会很累 要不你会很痛苦 因为一会儿很正常 一会儿就 谢谢我们的魔王 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 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 那样独自难以安慰 我想说我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转来巴唧的 我不像他们说的那样高冷傲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高冷傲 对吗斯东 在这个世界上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所有高冷傲都一文不值 我幼儿不是天使 但我拥有着我心中的天堂 我幼儿虽然没有翅膀 但是我可俯视阳光 因为在我心中我有着梦想 我没有三叶草 但是我手捧着希望 这就是我鱼儿 是谁 请与我相恋 可可珍惜没人能够体会 像我这样的人不懂 为何还要让我难过 别问我是谁 再说没给钱我就要炸你了 不是你自己好意思吗 你也不问问我们幼儿电台 是多少卡马匠 小伙伴们凡事过了十二点的时候 你们别忘了帮我点心和打卡 人多人少 你们就自己看一看 你们有没有给我打卡就好了 这个不是落汤鸡吗 是 去吧 去滚这边犊子 该你们找谁找